马太福音第二十章 因为天国好像家主 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 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 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 约在四处出去 看见世上还有闲战的人 就对他们说 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 他们也进去了 约在五正和身出又出去 也是这样行 约在游出出去 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 就问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 他们说 因为没有人雇我们 他说 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到了晚上 园主对管事地说 叫工人都来 给他们工钱 从后来的起 到先来的为止 约在游出雇的人来了 个人得了一钱银子 即使那先雇的来了 他们以为必要多得 谁知也是各得一钱 他们得了 就埋怨家主说 我们整天劳苦受热 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 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 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 朋友 我不亏负你 你与我奖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 拿你的走吧 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 这是我愿意的 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 因为我做好人 你就红了眼吗 这样 那再后的将要再前 再前的将要再后了 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 对他们说 看哪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 他们要定他死罪 又交给外邦人 将他戏怒 鞭打 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他要复活 那时 西比泰儿子的母亲 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 求他一件事 耶稣说 你要什么呢 他说 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 一个坐在你右边 一个坐在你左边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 我将要喝的杯 你们能喝吗 他们说 我们能 耶稣说 我所喝的杯 你们必要喝 只是坐在我的左右 不是我可以赐的 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 就赐给谁 那十个门徒听见 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 耶稣叫了他们来 说 你们知道外邦人 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 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 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谁愿为首 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正如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赎价 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 有极多的人跟随他 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 听说是耶稣经过 就喊着说 主啊 大位的子孙 可怜我们吧 众人责备他们 不许他们作声 他们却越发喊着说 主啊 大位的子孙 可怜我们吧 耶稣就站住 叫他们来 说 要我为你们做什么 他们说 主啊 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 耶稣就动了慈心 把他们的眼睛一摸 他们立刻看见 就跟从了耶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